首先在连线之前要通过一个VR的全景的一个镜头 带大家来看看我们3D分会场的一个情况 我们通过5G信号来进行的传输 利用VR的手段 首先带您来看看我们深圳分会场的一个全貌 我们知道深圳有设计之都 钢琴之城等美誉 所以这一次深圳的一个分会场的主题就是 青春时尚 科技未来之城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分会场是绿意盎然 而且分会场是搭设在高楼林立的一个广场的中央 我们看到后面其实就是深圳的CBD 这里面大家可能有深圳的朋友已经认出来了 有我们深圳的第一高楼600多米的平安大厦 但是不知道在除夕当晚 这些楼宇他们要如何的和整个的春晚舞台 进行一个共同的一个表演 来为大家呈现一些不一样的春晚的分会场的一个盛况 好 我们接下来马上就来连线正在深圳分会场的央视记者陈旭婷 旭婷 你好 深圳分会场的情况怎么样 请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 王妍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大家刚刚通过VR看到的 2019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晚的深圳分会场 接下来我就带大家去看看是通过什么样的设备能够让您看到刚刚的VR画面的 可以看到这个团队的设备很简单很便捷 有一个这样的六个镜头的全景摄像头 有一个这样的白色的5G网络的介入终端 还有两台笔记本电脑用于现场的VR视频的缝合 就是这样简单的设备就可以实现VR超高清视频 通过5G网络的实时制作和回传 可以说5G就是我们深圳分会场的第一个关键词 不光是VR的超高清视频 走过了36年的央视春晚 也是第一次在深圳分会场实现了4K超高清视频内容的5G传输 这也是我国第一次实现5G传输4K内容 那我们刚才讲完了5G 相信观众朋友们最关心的应该就是我们深圳分会场的舞台 到底是什么样的 在我的右手边就是这次深圳分会场的舞台 大家现在在画面中看到的可能是一片高楼大厦 大家会想为什么这不是高楼大厦吗 怎么会是一个晚会的舞台呢 这个也就是我们深圳分会场最大的特色 叫做城市就是舞台 这个深圳CBD的43栋楼宇 到时候会以一个灯光秀的形式加入到深圳分会场的舞台设计当中 和这个位于深圳市民中心的主会场 一起构成我们深圳分会场的这样的一个舞台 那细心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也看到了 在深圳市民中心的这个主舞台呢 是有一个黑色的背景的 这个呀跟传统的这种五光十色的舞台呢 也是有一定的区别 我在这儿啊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个小剧透 到时候啊大家通过电视机的屏幕 看到的我们深圳分会场的舞台啊 将是一座充满了未来感 充满了科技感的未来城市 保证啊能够满足您对未来城市的各种想象 介绍完了这个舞台啊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讲讲节目 我们这个深圳分会场的另一个关键词呢 就是科技 那科技创新一直是广东省的着力点 在刚刚出炉的2019年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中 也强调了广东会继续加强科技创新强省的建设 包括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的建设等等 一系列的这样的重要举措 同时啊这个科技创新也是深圳市一张亮丽的名片 在我们这次春晚的深圳分会场的每一个节目 都贯穿了我们这样的科技元素 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小的剧透啊 大家看到我身边啊有这样一架白色的钢琴 那在我的身后呢有147架 跟这个一样的这样的钢琴 在这个整个广场的中央啊 还有一架红色的尺寸更大的钢琴 这些呢是表演什么节目的呢 我给大家啊简单的介绍一下 在春晚当天这些钢琴啊 会有一位神秘的高科技嘉宾 和我们世界知名的钢琴家 共同演奏同台竞技 不光这样啊大家看我的脚下 在每一台钢琴的下面呢 还有这样一个由64块LED屏幕 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到时候啊这个光影和音乐的组合 相信一定会给您带来一场试听盛宴 那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什么样的神秘嘉宾 就请您啊一定要关注2019年的春晚 关注我们深圳峰会场 那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啊 我还将继续在深圳峰会场 给大家介绍更多精彩的节目 大家不要错过 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王妍 好谢谢续庭的介绍啊 城市的魅力 科技的力量 我们期待着深圳峰会场的 一个精彩呈现 而且没想到5G的信号传输设备 那么小 真是小块头有大智慧